他只要往前处一处,吸取水果的杏,就是吃了。 很小的时候,我就疑惑,鬼和神仙是怎么吃东西的? 我们祭祀的东西,在供桌上摆一下,他们能吃到吗? 后来,有人告诉我,鬼道吃东西是畜食,碰一下,就把食物里面的精气吸收了,应该就像大话西游里的黑山老妖一样吧。 有人说,静扯封建迷信,吃东西不用嘴怎么行? 先别急,我们得看看食的是什么吧? 五穀杂粮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是物质的食物。 音乐、故事、情感等可以培养我们的精神,是精神上的食物。 按照佛教的理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摄取四种食物。 第一种是断食,一日三餐吃的东西,满足口腹之欲,只增长筋肉,不增长智慧。 第二种是畜食,牵手、拥抱、肌肤之亲、耳鬓丝膜是畜食,温暖的阳光、和煦的春风、美妙的音乐都是畜食。 我们通过眼、耳、鼻、舌、身来感知世界,得以成长,这就是畜食,满足的是身体上的享受。 第三种是思食,读书、思考、学技能等,通过思考学习让我们得以成长。 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食物就是思食。 通过思食,我们获得了意思,思想。 第四种是食食,这个就更高级了,就像我们常说的使命、理想、奉献等。 食食是通过见识的来的。 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体的健康程度与我们吃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平时吃东西要干净、卫生、健康。 如果长期吃垃圾食品对身体不利,可能会导致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甚至癌症。 这些断食层面的食物卫生。 但是,在思食上却没有足够的卫生理念。 比如,你天天关注的新闻、看的书籍、视频这些都是私食。 我们从未关注过这些食物是否健康,是否有利于我们的健康成长。 思想吃的东西不一样,生长出来的思想当然也不一样。 众生都是衣食而住。 譬如吃水果,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水果,它是两个的。 好像一个苹果,它不单是一个,在苹果上面,还有另一个苹果。 有人说,我为什么没有看见呢? 你若看见了,便会偷吃了。 这两个苹果,其中一个是影子,又可称为苹果的性。 同样,每个人不单是一个人,它还有一个灵性随身。 可是人的灵性是藏在人的身体内,而不外露,这个灵性若是跑出来,就会被妖魔鬼怪吃掉。 无论是什么种类变成的人,其背后仍然留着那个影子,又叫鬼魂,人有三魂七魄。 譬如前生为马,这个人背后就有一个马的影子,前生为罗,乃至牛羊鸡犬使,背后都仍然留着那个影子。 开了五眼的人,一看便知道了,啊,原来这个人前生是只狗,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开五眼,因为恐怕他把别人前生的问题都揭穿了,所谓天机不可泄露,也。 水果并非动物,它无血气,但也是生物,有生命者,就有性,把水果拿来寄鬼神,鬼神就吃了那水果的性。 鬼不是拿着水果咬一口,才是吃,他只要往前处一处,吸去水果的性,就是吃了。 所以,拜过鬼神的水果,你再吃它,就觉得没有水果的味道。 一位开了阴阳眼的人,就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的故乡东北山上,有一种大熊,它吃东西也不用嚼,就是整个吞下去。 山上长了一种梨子,叫铁蛋梨,十分坚硬,但熊也不用嚼,一咕噜就把那梨咽下去。 更妙的是,通便时也是整个出来,其形状如同被吞下去是一样的,毫不悔烂。 但是水果已经没有味道了,因为一旦经过熊身体内的消化系统,精华已被吸去,所以只留其形,而不留其性了。 从这一点便能明白佛,鬼神吃水果的情形。 供过佛的水果,也不能放长久,很快便会坏烂。 就像人一样,在生时,他的灵魂不走,一旦死后,灵魂离体,尸骨便很快腐烂,已被吸去生性的水果,也是很快就腐烂了。 在四种食中,鬼只需要嗅一嗅,触一触,就当吃过了。 不像我们人,要咬它一口,又要咽下去,是很麻烦的。 有人问,你怎会知道这种情形呢? 那是因为,我开了阴阳眼吗? 鬼是触食,天人是思食,司空触天是食食。 在佛教里对于使用饮食方面,早晨是天人吃饭的时候,中午是佛吃饭的时候,过中午之后就是畜生吃东西的时候,到晚间就是鬼吃东西的时候。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吃饭的时间,不要和好兄弟抢吃的。 本来鬼是找不着东西吃,可是我们人这儿吃东西,这碗和筷子一出动静,他听见声音,就会来抢着吃。 我们所吃的东西,到他的嘴里就变成火,因为他夜暴太重了,不能吃东西。 鬼就以为人用法术将这饮食变成火,不给他吃,于是他就生出身心对人就打,或者令人生病,就和人来斗争。 所以,出家人晚间不吃东西,因为这是鬼吃东西的时候,在早晨是天人吃东西,天上的人在早起吃东西。 所以,出家人在早起喝粥的时候,送出去一点饮食给天人吃,或者给鬼子母吃。 鬼子母就是我们讲的罗刹鬼,他专门吃小孩子。 罗刹鬼子母,为什么叫鬼子母? 因为他有一千个鬼子,他带领着一千个儿子,各处去偷小孩子来吃,人家小孩子一出生,他给偷着来就吃。 很多的家庭里,小孩一出生,就被他给偷着吃了,变成很多家庭都没有小孩子了。 于是有人去求佛,问佛,这怎么办? 佛知道小孩子都是给鬼子母偷去吃的,于是佛就把鬼子母最小的儿子给拿来,放到佛的玻璃边扣着。 鬼子母回到家里一看,小儿子丢了,就各处去找,找来找去,也就找到佛的地方。 一听,他这小儿子在玻璃边哭,他就想把玻璃给抬起来,救他小儿子。 殊不知,他抬不动波,回到家,又把其他这九百九十九个儿子都带来,大家一起用力来掀这个波,也是纹丝不动。 他就向佛来讲道理,你为什么把我的小儿子抢来放到你波里,不给我呢? 佛说,你有多少个儿子? 他说,我有一千个儿子。 佛说,你一千个儿子,现在只没有了一个,你为什么就这样着急呢? 他说,我的儿子,我一个也不能少的。 佛说,那么你把人世间所有的小孩子都偷着拿去吃,这又怎么讲呢? 贵子母说,我不是想要吃小孩子,我是没有东西吃。 如果不吃小孩子,我这一千个儿子连我都要饿死。 佛说,从此之后,你也皈依三宝,受持五戒,不要再到处去偷人家小孩子吃。 你有这么多个儿子,却一个都舍不得,我把他给扣到波里,你就这样着急, 是奸人的小孩子,你都吃了,人家的父母岂不着急吗? 你不要做这种事情了。 张国荣是香港的巨星,地位甚至远在四大天王之上。 张国荣1956年出生于香港,家中有兄弟姐妹十人。 张国荣是最小的孩子,受到特殊的宠爱。 张国荣的父亲是香港洋服店的裁缝兼老板张火海,家庭颇为富裕。 1959年,年仅14岁的张国荣去英国留学,就读于英国里兹大学。 刚读了一年,父亲突然在香港中风,家中乱成一团。 张国荣的学费也没有着落,被迫中断学业回国。 回到香港以后,张国荣在1976年展露头角。 当年他参加了亚洲电视的歌唱大赛,获得第二名,从此进入演艺圈,成为唱歌、电影、电视剧三期明星。 张国荣可以说是香港娱乐圈的风向标。 张国荣从出道以来始终很红,他曾经一度退出歌坛,复出后仍然红透半边天。 张国荣一生的转折是在2000年。 从2000年开始,张国荣的行为开始异常,情绪不稳,夜不能寐,逐步开始头疼。 开始张国荣认为自己是得了病,去医院反复检查,检查结果都完全正常。 张认为可能是香港医院水平不够,又去英国专科医院检查,结果也是没有问题。 到了2001年,张国荣的情况开始越来越坏,失眠日益严重,经常整夜不能入睡,头疼加剧,每天都要靠止疼药抑制,平时情绪低落,眼神涣散,一副久病的模样。 他的男友唐贺德怀疑张国荣是精神问题,在他的建议下,张国荣去了精神科,但一样无解。 医学不能解释他的问题,张国荣开始想起了一件事。 众人皆知,张国荣有个恋人唐贺德。 传闻之前,张国荣多次去泰国工作和旅游,期间曾经遇到一个泰国年轻人,两人有过短暂的热恋, 但张国荣在香港还有一个相处十几年的恋人唐贺德,最终同这个泰国小伙分手,自己回到了香港。 几个月以后,张国荣就开始有了以上症状。 张国荣偷偷地将这件事告诉几个好友, 一个好友怀疑是被这个泰国人下了降头。 所谓下降头,是泰国一种最狠毒的邪术。 有意思的是,下降头竟然起源于云南贵州的苗族部落, 这也叫做下谷,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这种邪术逐步流传到东南亚一带,同南洋当地的邪术结合,成为泰国的下降头。 下降头不同于其他的法术,它的目的就是害人,甚至置人于死地。 传说下降头分为两种,一种叫做药降,一种叫做鬼降。 所谓药降和苗族下谷几乎一致, 由专门的降头师做法, 然后将毒蛇、蜈蜈、毒蜘蛛、青蝎子、癞蛤蟆, 这五种最毒的谷类,同放入一个坛子中, 任由它们在里面互相攻击, 等到最后都死光,将它们研磨成粉末, 这就是所谓的孤独。 下药降必须和受害者接触, 将孤独放在受害者的身上。 孤独不会立即发作, 短则几天,长则数年才会发作。 发作以后,受害者情况各异, 可以使人精神错乱、癫狂, 或者肉体疼痛难忍,甚至死亡。 传说中,苗族和泰国少女 往往会对离开自己的情人下药降。 如果在一段时间内, 情人信守承诺回到他的身边, 他就会偷偷给他服用解药。 受害者根本不会有什么察觉。 如情人变心不回来, 孤独就会缓慢发作, 让受害者生不如死。 每个降头师的解药都是不同的, 受害者即便找到别的降头师 也无法解除孤独。 有趣的是, 现代科学也可以解释药降的道理。 所谓药降往往是一种微生物毒素, 也就是今天的生物武器。 它们刚刚接触人体的时候, 不会立即发作。 随着微生物逐步繁殖, 毒性就越来越大, 让受害者极为痛苦, 甚至死亡。 微生物各不相同, 只有降头师才有对应的解药, 别人是无法解毒的。 如果说药降还能有一定的科学解释, 鬼降就无法解释了, 因此被很多人斥责为荒诞不惊的迷信。 所谓鬼降, 类似于古代的草人扎针邪术, 降头师先要获得受害人的某样东西, 比如头发、 指甲、 皮屑等, 也可以是贴身的衣物、 事物。 得到这些东西以后, 降头师经过长期做法, 让某个鬼魂缠住受害者, 直到受害者死亡。 鬼降的鬼魂一旦缠住受害者, 就会让受害者身体出现医学发现不了的异常, 也会令受害人产生幻觉或迷失意识, 做出各种怪事。 相比药降, 鬼降则是很少做的事情。 为什么呢? 鬼降有一定危险。 如果受害者找到厉害的法师, 帮忙解除法术, 那么下降的降头师就会反而被鬼缠住, 会遭到十倍于受害者的惩罚。 换句话说, 一旦下鬼降, 降头师和受害者中间必有一人会死。 所以, 下鬼降的降头师, 多和受害者有不同待天大仇,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说回正题, 坊间谣传, 张国荣怀疑那个泰国小伙 就是对他下了降头, 是鬼降。 至于泰国小伙本人是降头师, 还是他请了别的降头师, 就不得而知了。 张国荣生前好友刘培基透露, 张国荣告诉他被人下了降, 刘培基不相信, 只叫他不要胡思乱想。 张国荣却说, 我读过书, 懂得分析道理, 什么医师都看过, 精神科也看过, 也做过全身检测, 一点用也没有。 张国荣开始在香港找大师高人帮助, 通过好友黄瞻, 张国荣曾拜访钻研佛学多年的张力, 张力后来说, 是瞻叔带他来见我, 我一看就知道他有事, 他同我讲成日都恍惚着, 成日突然惊醒, 说有人想害他, 想整蛊他, 有好多幻觉, 我觉得他是入了魔, 自己有心魔, 成日都疑神疑鬼。 他又说, 张国荣怀疑自己被人下了详, 我倒是不以为然, 我觉得只要个人心够正, 就什么都不去害怕, 就算真的被下详, 也没事, 我叫他尽量多吸点阳气, 我还叫他念经, 至于他有没有做就不知, 不过他话同我一起时好开心, 不再害怕, 自此以后都见过几次。 可惜, 张力对张国荣的帮助有限, 到了2002年, 张国荣的情况急剧恶化, 他开始说见到鬼。 张国荣曾向朋友表示, 最近被一只鬼魂铲住, 经常在睡梦中出现, 经常问他, 为什么你还不死? 张国荣还哭诉, 我到底犯了什么错, 他抓我的心, 不让我睡觉, 就算吃了安眠药, 他也拉我的脚, 拉我下床。 朋友建议他搬家, 张国荣崩溃地说, 搬也没用, 我去国外, 他一样跟着我。 当年张国荣主演了电影《一堵空间》, 扮演一个被鬼缠住的心理医生, 张国荣演得唯妙唯笑, 因此有人认为, 这就是他真实生活的写照。 2002年中旬, 为了让邪灵远离, 张国荣并急乱投医, 他曾拜过大喇嘛, 找过佛教法师, 找到道教的道长, 甚至信仰基督教的女星毛顺君对他传教, 张国荣也不拒绝。 而香港的某大喇嘛教曾经试着为张国荣解除法术, 这个法王做了几场法事后, 张国荣说感觉好多了。 遗憾的是, 法王事后表示, 这个降头师法力高深, 自己不是对手, 只能暂时缓解。 做完法事后, 张国荣根据法王要求, 天天在家烧香拜神, 朋友们认为他过度迷信, 反对他在家中烧香。 男友唐贺德认为, 一切都是精神问题, 是张国荣患了抑郁症, 一切都是他的幻觉, 两人为此常发生争执。 法王的法事果然效果不大, 仅仅让张国荣缓解了几个月。 从2002年7月开始, 张国荣又恢复了之前的状态, 尤其头疼非常严重。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发作起来时, 痛得好像要把肉都撕开了一样。 同时, 他的手也开始不自觉地颤抖, 医师给他开的镇静剂越多, 手颤越剧烈。 好友林青霞一次和他打完球后, 就发觉张国荣神情恍惚, 举止怪异, 很不对劲。 林青霞被吓住了, 稍后打电话给张国荣的朋友们说, 他真的有事, 还很严重, 大家要多看住他。 张国荣央求好朋友去泰国找降头师傅, 可是男友唐赫德不信这一套, 阻止他去见降头师。 唐赫德认为, 哪里有什么下降头这回事, 就是张国荣工作疲劳导致精神状况不佳。 张国荣找到泰国一个有名的降头师, 后来张国荣对朋友说, 师父隔着房门还没有看到我, 就说有人向我下咒。 这个降头师仍然无法解除张国荣身上的下降。 无奈, 唐赫德只能失望地从泰国回来, 但张国荣症状日益加重, 夜夜无法入睡, 已经到忍耐极限的张国荣, 于2002年11月选择自我了结。 好在朋友发现急时, 紧急将他送到医院抢救, 保住了性命, 获救以后病情却没有好转。 张国荣在圈中人缘非常好, 几个朋友动用私人关系, 介绍他去找泰国的白龙王。 在当年, 白龙王的名气极大, 传说白龙王很厉害, 最擅长为人指点如何趋吉避凶, 还可以预知未来。 同众多江户骗子不同, 白龙王指点是不用收费的, 只是随缘乐助, 以做慈善用途。 通过香港娱乐大亨林建月, 张国荣请求和白龙王见面。 林建月是白龙王铁杆信徒, 追随他几十年。 白龙王同意后, 张国荣大喜过望, 立即赶赴泰国。 就在见面前一小时, 白龙王突然说, 不必见了, 我帮不了他。 香港媒体就盛传, 白龙王早知张国荣结束难逃, 才会不想见他一面。 此时也有很多人觉得张国荣不对劲。 传说, 何鸿燊御用风水师的司徒法正表示, 他早在一年前, 在一次聚会上, 已发觉张国荣出现异样, 因为重响者眼神涣散, 情绪飘忽不定, 脾气容易暴躁。 他估计张国荣重的, 应该是重了响, 还是最麻烦的一种响。 司徒法正说, 可惜同他不熟, 想帮他都没有缘分。 回到香港以后, 张国荣万念俱灰, 朋友们很关心他, 都抽时间陪他, 包括邓光荣的太太、 施南生、林青霞等, 这都改变不了现实。 2003年4月1号, 忍受不了痛苦、 没有希望的张国荣, 决定自我了结。 此前, 张国荣对人还是那么的好, 他立好了遗嘱, 捐了慈善基金, 安顿了包括司机在内的一切身边人。 为了感谢保姆的细心照料, 他还偷偷向保姆账户里打了一年的薪水。 他留下的遗书写道, 我一生没做坏事, 为何这样? 张国荣如果真是被下降头, 也只是一种邪术、巫术, 高僧念一遍楞严咒就可破解。 即便不是高僧, 一位普通的出家人, 或者是一位普通的信佛人, 几乎都知道楞严咒的存在和威力。 有楞严咒在一天, 魔王都不敢嚣张。 所以说, 张国荣得了抑郁症还是比较合理的解释。 因为抑郁症患者, 有时往往就会有幻听的感觉。 如果是抑郁症, 即使找医生, 其实吃药调理一下, 也许就好了。 从张国荣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出, 他是缺乏安全感的人。 这种人往往比较内向, 他演的影视角色并不能代表他的性格。 这种比较内向的性格是比较容易得上抑郁症的。 另外, 既然遇到了高僧, 应该知道佛家是讲因果报应。 因果通三世, 前世多生前和今生即来世。 张国荣之所以有这样的下场, 也许和前世多生前有关系, 可能高僧并没有神通, 无法洞察张国荣的过去世是怎样的, 做了什么不得而知。 所以,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从因果的角度来讲, 有人生仇业这个词, 就是一个人要偿还前世和过去生中所造的善的业和恶的业。 而我们只是看到张国荣的这一世的遭遇, 并不知道他前世和过去世是什么样的。 张国荣去世后, 人们发现他留下了一封简单的遗书, 而上面最令人不解的一句话就是, 我一生未做坏事, 为什么会这样? 可见张国荣是带着遗憾走的, 按照因果, 人不只是这一世, 今生没做坏事, 并不代表前世和过去世没做, 对于张国荣的死只能表示遗憾。 并不是说所有在家出家的佛门弟子都修净土法门, 念佛的人千千万万, 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的, 欲知实质的, 身无病苦, 心不贪恋, 如入禅定的, 为数不多。 到临终的时候, 因为佛没念到一心, 所以种种牵挂障碍, 无名妄想, 神志混乱。 这些种种妄心, 溃乱, 就像浓血似的, 浓血不分, 使得人心乱如麻, 这个时候是最苦的。 八苦交间, 冤亲债主都来当前的时候, 就很难提起阿弥陀佛这一念了, 因为平时就没熏习成。 平时大部分身心都在熏习, 贪, 撑, 吃, 无名妄想了, 因为妄心熏习的特别重, 成熟了, 所以临终时他就现前了。 重者先迁, 这时阿弥陀佛这一念提不起来, 他就隐蔽了, 随着我们的无名妄想就升到六道, 或者三徒道。 所以到老了, 不等于人老了, 死去都往生了, 不能这么认识, 这么认识就不现实了。 说我们平时散乱念佛, 到老了都能往生极乐世界, 那就谁也不念佛了, 就随其自然吧。 到时候佛就来接引了, 我们念不到一心, 佛怎么接引呢? 有无名妄想隔爱, 把我们和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隔得十万八千里, 对面不相逢, 有妄想在隔爱。 所以佛说的法是真实不虚的, 是光明的。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极乐一往, 接引无人, 极乐世界容不容易去? 实际上是非常容易去的, 只要我们一心念佛, 能念到一心, 谁都可以去。 为什么接引无人? 佛想接引, 但是众生具体的心都是无名妄想, 极乐世界也是唯心所现, 也是由阿弥陀佛这一念心变现。 他没念到一心, 佛想接引也不可能, 因为这一念无名妄想就把我们隔开了。 心境则国土境嘛, 极乐世界不能现钱, 我们怎么在莲花化生呢? 所以不是说到老了, 人死了才叫往生, 那不叫往生。 习惯说他往生了, 实际往没往生还是不可测的。 如果真的往生了, 佛在佛经里不说吗? 心不贪恋, 义不颠倒, 如入禅定, 自知实至。 什么时间走, 阿弥陀佛什么时间来接自己, 自有安排。 身无病苦, 心不贪恋, 不是像有的人平时念佛没念到一心, 到临终时无名妄想, 神志混乱, 糊涂。 所以这个时候, 阿弥陀佛的念头提不起来了, 心里没有阿弥陀佛了, 那怎么能往生极乐世界呢? 那就不可能了。 严格来说, 不应当叫往生, 但是现在佛门都希望生到极乐世界, 所以也都随顺这个因缘, 都叫他往生了。 念佛不是等待临终以后, 佛在弥陀经里不说吗? 若一日, 若二日, 乃至七日, 一心不乱, 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妄想习气重, 就是我们一心念佛, 能不能在七日, 一个妄想也不生起呢? 都是阿弥陀佛这一念, 纯而不杂呢? 其实是达不到的。 如果我们念佛能达到一心, 那么往生极乐就有保证。 如果我们的无名妄想还要生起, 障碍我们, 那往生极乐就没有保证, 就全在临终那一念。 这个意思不是说念多少经, 平时念多少佛, 到临终时必定生到极乐世界, 这种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到临终时, 我们念佛的功夫没纯属, 念不到一心, 往生极乐还是没有保证。 就在临终这一念, 我们生到什么道, 由这一念变现? 唯心所现就像往生路上说, 唐朝有个张太和, 这个人以宰杀为业, 临终的时候地狱的境界现前了, 当然他的神使还没走, 他的神智就要到地狱里去受报了。 可是这个时候, 有个善知识出家人告诉他, 一心念阿弥陀佛吧, 乃至十念即得往生。 所以他马上就提起念阿弥陀佛的念头, 忘心灭了, 因为他有杀心,杀气重, 临终的时候是带着杀心走的, 所以到达了地狱的境界, 这时候善知识告诉他了, 他就把忘心歇了, 地狱就没了, 心灭法灭。 他提起阿弥陀佛这一念了, 那么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他来了。 从中看来, 他临终能提起阿弥陀佛这一念, 他就能往生, 主要在于平时的功夫, 当然他平时不念佛, 这是特殊情况, 就是因为他过去生生世世这种净土因缘成熟了, 今生由于过去素叶的千禅, 所以以杀生为业。 若不是因为他还有余业, 过去他若是不进行熏悉, 那么临终时他也提不起来这一念。 佛教主张因果, 万法皆空,因果不空, 怎么能证明因果的存在呢? 三世因果经上讲,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后世果, 今生作者是。 要知道前世或多生种下了什么因, 看看你今天生活得怎么样就知道了。 今生富贵说明前世修过财布时, 今生贫穷说明前世没有修财布时或者修得少。 要知道你的来生怎么样, 就看你今生是怎么做的。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种瓜得瓜, 种痘得痘, 这就是讲的因果。 由于我们不知道前世和多生以前到底中了什么因, 因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已种下, 要结果就是果报, 这中间还需要一个原字, 就是机缘成熟了才形成果报。 就像种下一粒种子, 它有发芽、 开花、结果, 中间需要充足的水分、 空气和阳光, 这就给我们改变命运的机会。 多造善缘, 结善果, 多去行善, 并不是说拿多少钱财去做善事, 就是别人摔倒了, 拉一把也是善事。 俗话说, 不以善小而不为, 不以恶小而为之。 福德和福报是靠积累的。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有时候一个不起眼的小事, 可能都会造成对自己的伤害。 比如, 这些事是一定不能做的。 一, 邪淫的事不要做, 甚至想都不能想。 佛说, 一切法从心相生。 又说, 为心所限, 为时所变。 俗话说, 万恶淫为首。 邪淫是指夫妻在合法夫妻生活以外的, 一切不良性行为。 在家夫妻之间属于正淫, 但也要适时适度, 还要分场合。 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不正常的夫妻生活都属于邪淫。 邪淫往深里说, 还包括无休止的欲望。 比如, 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 邪淫最损福报, 果报极惨烈而迅速。 现世极感召倒霉, 运气差, 耗财, 受人期, 家庭婚姻事业不顺。 自卑, 恶极等恶运。 邪淫者有最基本的五种果报。 一是名声不好, 二是被果法所居, 三是心怀意念而且多疑, 四是死后会堕入地狱, 五是地狱的恶报受尽之后, 会投入畜生道中。 邪淫的危害就是想都不能想, 毕竟是恶念也会感召恶果。 佛是爱护众生的, 说这个果报不是吓唬众生, 是给我们提醒。 要想收获一个神清气爽的身心状态, 一个有希望的人生, 请立即以大事愿力, 借除邪音。 二, 不孝顺的事不要做。 俗话说, 百善孝为先, 孝顺父母是应尽的义务, 父母含辛茹苦把我们养育成人, 我们一辈子也报答不完。 佛说父母恩难报经, 右肩父父, 左肩父母, 历经千年, 正是便利悲上。 虽无有怨心于父母, 此子由不足报父母恩。 而且, 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 介绍了地藏菩萨在因地 作为婆罗门女和光木女救母的事迹。 地藏菩萨正是以一念孝亲之心, 而发展为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地狱为空, 事不成佛的宏伟誓愿。 孝顺奉养父母 是我们赔福积德的一大祝愿, 可获无量功德福报, 反之不孝父母最损福报。 三, 杀生的事不要做。 杀生在一切行为中第一等折福分。 买肉吃勉强可以, 但万万不可买活物杀死做菜, 活活主死一命, 血路百善。 即使虫乙也不能伤, 教育子女小时候不完杀虫乙鸟雀, 她的福分就不会折损, 寿命就不会短缺。 杀生会让我们的福报全部耗尽, 且在实不善业中, 杀生的果报最重。 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记载, 杀生者会生生世世短命, 常常遭受恐怖之事, 仇敌也比较多, 死后还会堕地狱, 接受惩罚。 而就算从地狱中出来, 再次的人生也会短命多病。 四, 坏话不要经常说。 其实说别人坏话和是非, 在佛教属于口业。 口业包括妄言、 两舌、 奇语、 恶口, 也是人最容易犯的, 因为人天生就是爱说话的。 俗话说,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背后说人坏话, 挑拨离间, 造谣会生是非等, 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人的很多烦恼和麻烦 就是从这张嘴上惹来的。 所以, 口业也最损福报。 所以, 佛加油, 只语一次, 就是少说话, 多念佛。 所以, 说话既是一种学问, 也是一种修养。 五, 恶事不要做。 人做善事, 福遂未至, 祸以远离。 人为恶, 祸遂未至, 福以远离。 所以, 常做恶事的人, 必常思恶念, 必然增长贪嗔痴。 而贪嗔痴就是三恶道的因, 即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所以, 佛们才说, 勤修戒定会, 熄灭贪嗔痴。 所以, 常做恶事的人, 三恶道都有份, 所以, 也最损福报。 即使把恶念转过来, 变成善念, 就如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就是止恶向善的开始, 才会遇到善缘。 比如, 遇到佛法或念佛, 这一辈子就有希望解脱六道轮回。 六, 偷盗的事不要做。 偷盗的概念非常广泛, 只要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占为己有, 哪怕是拿公司里的一张纸, 一支笔都属于道。 虽然, 我们有时是光明正大的心理, 也很坦然的, 但是, 这种行为是非常消耗自己的福报的。 而且, 你一定会在某个时候发生同样的损失。 还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偷盗, 但即使发家致富了, 最后终究还是会落入悲惨贫穷的恶果。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